好 回到現場繼續來討論 當然我接下來想問 院老師的是 現在天下有說 到了2025年可能會大停電 但是恐怕民眾更擔心的是 不用等到那個時候吧 今年夏天會不會類似的狀況就會出現 另外也有藍尾說 王耀廷他只是出來背鍋的 其實真正應該負責的是經濟部 我做台大教授 跑到這邊來拋頭露面 就是在等今天 就在等這個時刻 我是1983年到1995年 去歐洲讀書 幹了別人都不敢幹的事情 讀的是哲學 學的是法語 然後的話用的是自己加了錢 我那個時代沒有人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基本上1995年一回來的時候 我碰到第一件事情 就跟今天事有關了 那個時候我坦白講 那個時候國內1995年的時候 大家回想那個時間 我等一下要強調是說 為什麼我現在的情緒非常激動 我剛剛都忍不住 聽到這個立將軍講 我自己都是忍不住 因為那個時候 我接到聯合報一個電話 聯合報電話講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有關於核能 廢核還是永和的討論會 那我當然知道了對不對 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 當然知道大家都是說 我說我呢 他說你們 他邀請我來參加永和的團體 我說一個哲學教授 為什麼要永和呢 我也懂什麼叫環保什麼叫生態對不對 他說因為根本就找不到永和的人 然後另外一個對象是清華大學 再強調一下核子工程學系的教授叫李敏 牧子裡敏捷的敏 他如果今天那個聽到的話 我跟你講啊 我那天實在是 後來我跟那個聯合報講 我說我不要去 那永和就只有挨罵了份 結果你知道嗎 他跟我講他說 我們找了很多人的 唯一啊 就是你說你喜歡幹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那只好找到你了 我再聽高興了 我說好我來 我就跑到新竹去了 我跟那個李敏在一起的時候 被罵得很慘啊 被什麼難聽的話都出來了 連那個外省人吃香喝辣都說出來了 所以難聽得要命啊 那個李敏的話呢 他弄到最後 你知道那個李敏教授他說什麼 他哭了 他是我現在這個年齡啊 你知道那個老人哭起來很難看啊 他哭了這樣 對了 因為他也動員了很多他核工系的學生啊 然後他來了 他講說 大家 你們要記住他那句話我永遠不能忘掉 他說 你們在全世界都可以 除了台灣以外都可以找到工作 核工系的學生 我當時一聽 我那個時候基本上還剛找到工作 知道找工作的困難啊 後來我就覺得很感慨 以後我沒有再跟他聯絡 因為他永和 他是這個核工的專家的情況下 所以那個時候我說句良心話 我講三點立場 第一 台灣店家要漲價 完全是政治害的 因為選舉前不敢漲價 沒有人敢講漲價 現在這個虧空的骷髏 這個王耀廷還哭什麼 他台電為什麼虧錢 他不會不知道 你知道全世界 尤其你在歐洲住的時候 只要涉及公家的 不管是水也好 電也好 都非常貴 為什麼 這個東西本來就很貴 這涉及到民生的每個人需求 然後第二個的話 那2025年大庭電 我覺得一定會早到不會晚到 為什麼 因為你整體的規劃 完全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搞 我這件事情 我永遠無法忘懷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苦狗婆心講 通通成了妖魔化 罪惡化 那個時候帶著斗笠跑出來 哇 不得了 感動 用愛發電什麼的講一大堆話 這種屁話我也會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違背自己的良心 我是拿著命去留學 我是拿著辛辛苦苦的家裡的錢 對不對 我自己心裡就了解到 你要聽到這種情況的話 誰真的愛台灣 哪有幾個人 然後第三點 我覺得台灣這種趨勢在發展下去 不要說停電 不要說漲價了 整體上根本沒有規劃 電子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措施 就像這個沒有電什麼的 因為台灣整體來講的話 最可怕的是沒有未來 我說一句良心話 那個玉婕你要了解 因為我工作的環境 95%人都是留美的 早就鋪好後路了 你懂嗎 我在相信 所以我碰到每個主播都在講 你們長那麼漂亮 也應該鋪一下後路吧 居然還有幾個真的不懂 我在講什麼的 搞不清楚 大家現在都在演一場秀 你知道嗎 我傻乎乎的前半輩子 現在換輩子我要朝王耀廷來學習 就是任何事情沒有比薪水更重要的 只要有薪水什麼都可以妥協 要哭 要鬧都可以 就不要臉就行了 我跟你講人家說一瓶 就是不怕死的都怕不要臉的 你一定要體會這句話 台灣的環境化 把人都逼成不要臉的 所以我剛剛這個將軍在講的時候 有講到說是開口閉口就指到我們山東人 張志忠將軍 我們以前拍電影叫英烈千秋 他身上戴的那個老總統的配件什麼的 我後來就會發覺說 你那個時代的人現在誰還記得 就我們這邊還講一講這個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當初就馬上投降就沒事了 現在就成為這種結果 你這個政治把我們現在的人心都已經搞壞了 你現在討論電的問題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你應該仔細討為什麼台灣墮落成這個樣子 好當然這個電的問題 其實眼前馬上即將要進入夏天了 到底民眾怎麼看 覺得台灣到底缺不缺電呢 我們辯姊妹走上街頭 特別來聽聽這個年輕的民眾他們的想法 我們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獲得未留並感嘆 厭惡台電被當作政治鬥爭工具 不過說到用電問題 對民眾來說到底台灣缺不缺電呢 你到底有沒有缺電 有啊 缺的滿大的 對啊 尤其是高峰的時候 對啊 它會有限電的問題在 然後電力又一直漲 對啊 我們的那個電費它一直漲 絕對缺電 為什麼你會用絕對缺電 因為你有電就不用再去買 十二塊錢一度的電啊 你說綠能 OK 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家討論的 就是台灣目前發電的量不足啊 對 對啊 所以才會導致說缺電 然後變成說可能有一些地區 會要部分限電或是幹嘛的 OK 對啊 所以根本問題還是缺電啊 因為還是會常常斷電啊 常常斷電 然後可能就電力比較不足吧 OK 對 就政府也不會直接告訴我們 是不是有缺電 我們也不能夠相信他們啊 這樣子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給我們的知情 就是他們想給我們看到的啊 不代表就是真的就是 他們如他們所講 你覺得現在到底有沒有缺電問題 我覺得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就在炒作吧 核四沒有開嘛 然後就是會比較少工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還是會有 民進黨執政之下 能源政策走向廢核能挺綠能 民眾這樣看 依我現在來看就是 可以共同存在啦 你說核能跟綠能嗎 對啊 就是可以 就是應該說就是慢慢的去 慢慢轉成就是綠能 對這個世界會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你要到新竹去看 它那些風力 風力發電的 其實運作的沒幾座耶 對啊 真的 不用那麼急著說 一定要把核能全部廢掉 我覺得綠能不是不能發展 但是在還沒有健全的狀態下 核能也先不要放棄 對啊 就是最起碼基本的用電量要能夠保障 我覺得台灣的用電問題 應該要回歸到發電的問題 就是現在很多現在世界各國都把 然後聯合國已經把核能 變成綠色的能源了嘛 那台灣還停留在就是用非核的方式 火力發電啊那些或是太陽能啊 水力風力那些的 我覺得要對抗這個能源的問題 應該要去改變 其實就是發電的問題 你覺得最棒的核能源是什麼 核能 我覺得是核能 所以你是支持核能 我支持核能 就是既環保 然後效率又高 發電的效率又高 我覺得這兩個是比較重要的問題 你對廢核頻率呢 你是怎麼看的 我支持核電啊 安全核電 那你怎麼看台灣現在的能源 種種 土力他人 哪一個部分 風電 太陽能都是啊 以前 太陽能十幾年前一度電 那時候剛開始賣給台電也才兩塊錢啊 我們都很高興啊 現在為什麼要賣七塊 原料什麼都是更便宜啊 技術都是更好啊 那中間錢到哪裡去啊 有民眾說台灣絕對缺電 只是政府不想讓民眾知道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可能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醫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族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就成功了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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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